MLM多層次傳銷 空中劇場 CAMERA 欸 這不是小明嗎 嘿 小明 好久不見耶 欸 小美 你怎麼會在這啊 我剛下班啊 我公司就在附近啊 那你怎麼會在這啊 我剛去參加一個座談會啊 感覺蠻不錯的耶 可是 又讓我有一點猶豫啊 怎麼啊 為什麼要猶豫啊 我剛去參加的是一個傳銷公司的座談會啦 會猶豫是因為我怕我加入之後 他們會要求我進很多貨 唉呦 這點你不用擔心啦 如果傳銷公司要求你 也就是傳銷商要購買大量的產品 而且產品的數量短時間很難賣完 這時候傳銷公司就會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哦 哦 所以法律對我是有保障的咯 哦 那我就安心多了 不過 我還有個問題啊 就是 如果我向公司進貨 公司會不會不給我退啊 放心啦 以法律規定呢 傳銷商退出組之後 要求公司買回首邊的存貨 原則上公司是沒有拒絕的權利的 而且啊 要是公司拒絕退貨 你可以跟公平會提出檢舉 欸 真的很要保障耶 這樣我就不怕被騙了 話說回來 一般我們去買東西退貨需要這個發票 欸 但如果發票我們通常對完獎就丟掉了 萬一我要退貨 公司要我出示發票怎麼辦啊 法律有規定啦 公司不能以沒有發票為理由而拒絕退貨哦 小美 你好厲害哦 這些你都懂 你真的是我的幸運女神耶 慢點我有事 不然啊 早時間請你吃飯啦 唉唷 不用客氣啦 其實你有疑問都可以隨時撥打 2546 1636 讓傳保會來幫你解決疑惑哦